大家好 菠萝是我们平时都很爱吃的一种水果 那么我们在切菠萝的时候 只要保留好一个位置 把它种到花盆里面 保证10年都吃不完 大家看一下我这一颗 去年刚刚栽种的 今年已经开始长了小菠萝 那么是怎么做到的呢 首先是 我们在切菠萝的时候 先保留这个菠萝头 不要给它弄断 而且切一少部分 这个菠萝肉出来 大家看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 给它种到花盆里面去 菠萝它对土养要求不是很高 我们可以用 通用的营丫土 也可以 自己去挖一些 腐质土 在供应里面的一些原土 都没有问题 但是肥一定要足 在给它摘种之前 先在这个盆底 加入 大量的底肥 我用的是这种 干养分 这种养分 它可以保证土养酥松 透气 肥力充足 肥力持久 然后再给它垫上一层营养土 大概3-5厘米后 直接把这个菠萝头 放到这个土养里面 然后再给它 加入土养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它还没长大 所以我不打算给它用那么多土 等它长出根来了 我再换一个大一点的花盆 暂时先这样给它长一段时间 我们为了不让它腐烂 接下来我们也可以给它用点杀菌药 也可以不用 只要我们不给它浇水就可以了 因为不浇水 它的续菌繁衍就会少 等它过上10天20天 再给它浇点水 这样的话很快它就会长一颗大菠萝出来 那么年年有的吃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大家后继 舍得给它补肥 好了 这就是种菠萝的一些小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